美国商务部在10月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之后 美国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2.6% 高于2.4%的预期 较第二季度-0.6%的增长率有明显的回升 尽管第三季度GDP的增长 有助于缓解人们对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担忧 但是经济学家却认为 该数值高估了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 并可能促使美联储为了应对高通胀 进一步激进加息 从而加大经济下滑风险 美国经济的主要引擎消费者支出 虽然上述稳定 但其实正在承受40年来罕见的高通胀压力 消费者支出增速从第二季度的2.0% 放缓至1.4% 许多美国人正在收紧他们的预算 金融专家担心 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减少消费支出 将拖累整体的经济增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周琦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